那么接下来呢 再说一下这个概念 PV和UV PV它是什么意思呢 Page View Page View 这个是来自于PC时代的 就是这个电脑浏览器时代的一个概念 当时用的比较多 当然现在也有 PV意思就是说Page View 意思就是说有多少人浏览这个页面 也不叫人呢 它其实是次数了 是Page View 就是有多少次数 多少人次浏览这个页面 你比如说一个百度的主页 每天有多少人次打开 你一个人打开十次都算十次 知道吧 Page View 就是这个意思 有多少人点开 这个意思 那么UV呢 是Unique Visitor的意思 也就是唯一的访问者 对吧 唯一访问者 那就是明显是你要去虫的 就是我今天打开十次 那也还是我一个人 对吧 所以就独立用户 独立用户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独立用户的意思 UV是独立用户的意思 然后PV呢 是网页 页面流暖量的意思 OK 那么我们经常用这个来形容我们的流量 比如说 我现在就做过网站 说为什么百度牛呢 说为什么百度以前 它的 是搜索引擎的第一呢 是因为他每天 他首页流暖人多呀 他PV多呀 优位多呀 这不就是说服力吗 对吧 一样的 说为什么 说淘宝的PV是多少 淘宝首页的PV 假如说双十一 每天是可能是 上十亿的 上百亿的PV 对吧 页面被人打开来上百亿次 对吧 这叫PV 那UV是多少呢 那个UV就是看肯定像独立用户嘛 对吧 那一个人 比如说我刷了一千次 那就一百亿除一千嘛 那就一千万嘛 对吧 所以呢 这就我们经常用PV UV来衡量这个 这个访问量 知道吧 访问量 OK 那么明显的PV除以UV 我们是不是就是平均每人的 平均的 平均访问次数啊 对吧 我们就是 是不是就是平均每人的次数呢 对 OK 好 那么PV就介绍完了 我们在这里呢 说完了 我还想补充一下 就是PVUV 我们可以和转化率一起的机会来看 那么刚才我说了 比如说 刚才那个漏斗 这个漏斗 比如说step1 它的PV 它有一个值 然后step2 第二步PV又有一个值 对吧 当然定义的UV又有一个值 对吧 UV1UV2 对吧 那我算转化率 我就可以用这个来算呀 对吧 我可以用PV1 PV2除以PV1 算它的这个 或者是UV2除以UV1 算它的转化率 知道吧 OK 好 那接下来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新用户 新用户很明显嘛 新用户就是 就是第一次来的呗 对吧 那么这里和背后呢 就是我们去怎么判断 一个新用户的问题 那么往往可能是 怎么判断它是新用户呢 那可能它是一个新的IP 知道吧 或者是一个新的注册 新的一个注册 或者是一个新的注册 那新的注册一般的是 现在一般的是用手机嘛 是吧 那可能认为是一个新的手机 就是一个新用户 新用户注册 对吧 对吧 或者是一个新的设备号 我们这个新的设备号 Mac ID 我们叫Mac ID 硬件的硬件号 我们的每一个手机也好 或者是电脑也好 它的网卡都是一个 全球唯一的一个号的 就硬件号 我们可能用设备号来 来去区别它 那么一个新用户 就是一个 一个从来没来过的人呗 在我们这用了呗 那就叫新用户呗 新用户也是很重要一个指标 很重要指标 我们经常说 我们说白了 你的东西 是希望让更多人用到吧 对吧 那就是 那如果今天说 从来没买过的人 今天跑到你这来买 那是不是就好了 你就开心了 对吧 那我们就 当然希望说 没有来过的人都来买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着 每天有多少新用户来 所以新用户就是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就每天可以监控 多少新用户来 对吧 你比如双11的时候 双11今天一下 来了500万的新用户 所以今天一下 增加了500万的新用户 那我们就可以认为 它今年的这个效果 新用户效果是500万 对吧 假如说去年是400万 那今年是不是比去年好呢 对吧 这就是一个新用户 它有一个意义 我们经常是叫 拉新用户 拉新用户 经常是 真的新用户 做拉新活动 知道吧 那么紧接着 真的新用户 就有下面一个概念 就是留存 就新用户来了之后 它的留下 我们当然希望它留下 对吧 你不是一锤子买卖 是吧 咱也不是一锤子买卖 干完这笔买卖就没了 对吧 所以我们希望留下 所以我们就有个指标 叫留存 那留存是怎么讲的 留存指的是 经过一个时间段 经过一个时间周期之后 我们希望 我们再看 上一次的新用户 还剩下多少 它就是叫留存率 所以呢 留存率呢 大概的一个概念 理论性的定义 就等于什么呀 就是留下的用户 留下的user 对吧 除以它之间的新user 这个新user意思是 这个留下的是 属于这里的一部分的人 就是说 之前的新user吧 我们这么说吧 就之前的新user 就在一个周期之后 比如说呢 然后乘以百分之百 就是留存率 对吧 比如说你 本周有 十万个人 新用户 本周啊 比如本周有十万个新用户 然后呢 你到下周的时候 假如说 还有一万个活跃的 下周还有一万个 在我们这活跃 那我可以认为 下周的留存率 就是10% 大家懂了吧 这就叫留存率 跟复购率有点像 只不过是复购率呢 它是重复购买 专门限定的购买 这个行为 那你可以认为 复购率 复购是留存的一种行为 你可以这么认为 然后呢 拉新成本 拉新成本 顾名思义 拉新 就是拉新用户的一个成本 那这个怎么讲呢 我刚才说了 就是我们这些互联网公司 经常喜欢拉新用户 经常喜欢叫做增长 对吧 做增长黑客的 做增长黑客 无非就是把新用户 给拉过来 对吧 那做增长黑客 其实一般是要砸钱的 你知道吧 你比如说淘宝 说我今年 说砸十个亿 搞双十一 然后呢 新用户 首单 减免一百 那就明显是倾向于新用户 明显就是为了新用户贴钱 对吧 那这个钱呢 我们就是一个拉新的成本 对吧 好像假如说 我去砸了N元 假如说我砸了N元的成本 然后呢 我得到了 假如说得到了这个 得到了M个吧 得到M个人 新用户人的话 那我们这个 拉新成本呢 就是N元除于M 我们就可以认为 是它的拉新成本 知道吧 比如说我砸了十个亿 对吧 最终得来了 一千万 的这个新用户 那我的这个成本 就是十个亿 十亿元 除一千万 这个人 对吧 那它等于多少 等一百 对吧 也就是说一百块钱一个人 也就是说 我这批活动 花了十个亿 然后拉了一千万个人 新用户 然后我的拉新成本 我就可以认为是一百元 对吧 这就是拉新成本 拉新成本 这个干净有什么用呢 它可以用来衡量 我们的一些创业成本 也就说白了 就是因为我们对一个 新的公司来说 或者一个新的业务来说 我们肯定是业务 从最开始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用户都没有 对吧 那我们希望用户越来越多 这个过程就是拉新的过程 那么 其实像大概在 一五年 一四年 那个时候 早几年前 这个我们对一个 拉新的成本 大概可能比如十元吧 比如说可能是十块钱 一个人 那个时候 就比如说 从街头就送一个什么娃娃呀 或送一个什么手链啊 你就可以吸引人家注册 对吧 那个时候甚至旺金 还有扫码一条街 就是你扫码注册 就给你送东西 但那个时候拉新成本 可能就是五块钱 十块钱 一个人 一个人 那现在呢 可能就是一百到两百了 一个人 那发现明显的涨了十来倍 对吧 就贵多了 也说明什么呀 说明现在互联网创业的 这个难度越来越高了 是不是 烧钱的越来越成本 越来越高了 对吧 OK 这就是拉新成本 那我们还有另外的名词啊 叫什么货客成本啊 也是一个同一词啊 经常会叫货客成本 货客货客 其实就是货的新用户嘛 你就可以这么讲啊 OK 好 拉新成本给大家讲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基本上把主要的一些 常见的一些 关键的指标 关键的概念 给大家都说了啊 在很多的互联网公司里面 这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些指标啊 我这里可能还没有举得太全 因为不同的行业 有不同的一些 它的一些体系啊 比如做内容的话 它可能叫完播率啊 它可能叫什么 就是完成播放率啊 比如说你这个 抖音短视频 假如说你是15秒的 或者是一分钟的 对吧 或者是五分钟的 这个视频的话 就是你把它完成 百分之百的看完了 它可能叫完播率 你看这也是个指标 对吧 还有个什么叫转发率啊 等等的 不拉不拉的 就好多的一些数据啊 还有你像那些 写文章的 可能就比如说 你平均发文的这个频率啊 这个还有叫什么 使用时长 对吧 用户的使用时长 对吧 比如说 我们经常会说 使用时长 说这个微信 每天使用时长 可能是9个小时 占用户的70%的时间啊 之类的啊 等等的 比如说这个抖音 每天使用时长 假如说可能是一个小时啊 这这都是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指标啊 但是因为这些指标 它可能不具有通用性 所以我就没有去分开说 那么呃 你去在做 事量分析的时候 你分析的一个行业 有哪些关键指标 都是需要你搞明白的 好吧 都是需要你搞明白 所以我刚才说了 前面说了 我们要去分析它的产业链 分析它的底层的技术原理 和好像业务原理 对吧 要分析它的现状与趋势 同时怎么分析呢 怎么看呢 怎么衡量呢 那就是靠关键指标 知道吧 那所以这些关键指标呢 所以我们你就要去掌握 去了解 你分析的那个对象 那个行业 它有哪些关键指标 你把它搞明白 把定义搞明白 然后就用那些指标 去看它 去衡量它 去分析它 好吧 好 那这个关键指标有哪些 我跟大家介绍完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跟大家说 这些指标 可以去哪里收集 可以去哪里收集 呃 像这个我这里直接给一些分类的一些一些一些网站或者是一些数据的来源哈 呃 当然 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些咨询公司 他会给报告 刚刚我说了 Iray是比较国民之国内知名的 还有像义官 也是一个国内知名的一个数据分析的机构 他们的数据有很多报告都会看啊 像APNI是一个 知名著名的这一个 尤其是在移动平台上的一些数据指标的 的一个服务商 包括国外国内的他都有啊 还有些机构的研报啊 他们也都会给数据 像什么那些 经常会发一些报告吧 大家可以去看 还有一些官方机构啊 一些官方的管理的机构 他们权威的 比如说像CNIC啊 这个刚才说的中国互联网信息 信息网络中心 网络信息中心 对吧 然后这个 国家统计局的 还有世界银行的 甚至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那些对吧 他们经常也会有一些世界性的一些report 对吧 还有一些知名的公司的报告 比如说腾讯呢 他的企业智库啊 还有他的腾讯的CDC 就是用户体验设计中心啊 他们也会做一些市场研究 然后发一些报告出来 像阿里的研究院也会有啊 还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知名的一些机构 像这个IDC啊 IDC他们经常会说 这个去给一些report的 说这个一季度 什么国产PC啊 什么出货量啊 等等 包括手机啊 出货量这些数据报告啊 他们是有一些专门的一些数据渠道 做这些分析的啊 还有像盖特纳这些组织 对吧 然后呢 像那个四大啊 德勤啊 这个对 四大这些会计事务所 他们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分析啊 这还有 会有一些不定期的报告啊 比如说像一些不定期活动 比如天猫双十一 他可能搞这个活动 他会出报告 对吧 还有微信光月贺 每年也会出报告 对吧 或者说是 哪个公司他最近策划一个什么活动 他会出一个报告 对吧 还有呢 有些公司会出财报 尤其是上市公司啊 上市公司 像华为这种公司也会出财报啊 虽然华为不是上市公司 OK 你看美团啊 也评论多 腾讯 这都是上市公司 对吧 他们每个季度都会出财报 财报里头会有些重要的数据 像我刚才给大家说过的 这个腾讯的微信的 呃 活跃用户 也是他们财报里给的 对吧 还像一些知名的媒体 一些这些啊 这个创投领域的 或者说这个财经领域的 或者是这个 做一些企业服务 这些领域的 像这创业帮啊 36克都会有 像低相医生 在医疗领域 他们做的比较好啊 也会一些数据给出来 还有一些知名的 VC的机构 一些研报 比如IT局子 IT局子是国内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创起的 一个信息的一个平台啊 他们上面有 你能查到很多企业 包括他一些融资信息啊 等等 很多数据 他们也会给一些这样报告 还像这个 并马威啊 KPMG 等等这些 那还有一重要渠道 比如说一些朋友 或者是同行 比如说你要想是去分析一些 竞品啊 或者分析一些行业的数据的话 那可能有些同行 或者有些朋友 他就能够给你一些数据 因为他们 要不就是他们公司内部的 对吧 要不就是他是懂这个东西 对吧 再还有是一些大数据的公司啊 比如像Google Trends 还有像阿里的指数啊 百度指数啊 这些 以及说一些大数据的公司 像是偶数科技啊 OneSight啊 这些公司啊 像偶数科技就是一个很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创起 他们是做这个大数据的 然后他们做一些数据挖掘 比如说这次疫情啊 这次新冠肺炎 他们就出了一些report 基于他们的一些数据挖掘啊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oneSight的公司 对吧 等等的啊 有很多 还有呢 有些地方可以查到一些 关键的数据 或者一些你要的一些 关键信息 比如说这个天眼查 企业查 都能查到很多企业的一些信息啊 能够 循着这个脉络 查到很多数据 OK 呃 我这里呢 没有去完全举例展开 对 大概就 简单说了一下吧 那么呃 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网页文章啊 这是知乎上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作者写的一个回答 我发现他总结的非常好 然后呢 我也简单的参考一些他一些东西啊 这里有一个很全的 他列了一个很全的一些 各个地方的一些数据 可以去看一下啊 非常好的一个回答啊 扫这个码就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呃 给大家简单的秀一下 就是说 刚才我提到这些的一些 机构的一些数据啊 比如说这个 呃 这是腾讯的CDC 他们做的 比如他们每年都会去做一些 类似于90后呀 00后的研究 像他是2019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00后的研究报告啊 很有意思啊 这是很长的一个报告 然后还有什么中国用户 行业体验的一些报告啊 然后 还有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CNNIC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他们出的报告 他们每个季度都会出一些啊 比如什么搜索呀 刚才我说的 也包括就他们出的 还有中国的这个 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些情况呀 之类的 像这是阿里指数 阿里指数 他这个跟电商有关的一些东西 他也很有意思 你比如他这个搜索词的白行榜 对吧 你看在疫情期间 这个搜索最多的就是口罩 对吧 然后 有一些无的啊 一些空的 像手机呀 华为啊 医用口罩啊 还有什么 联谊群 临时小米 宜家 宜思信口罩 等等的 阿里这个指数 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数据啊 还有刚才说的 那个 举着个例子啊 这个初海品牌 TOP100 这边也有一些数据 看到没有 还有这个阿里研究院啊 他们也会出一些报告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宅经济 卖像什么 经济卖像 云时代之类的 这些东西啊 OK 好 呃 简单的给大家秀一下啊 就是再次说一下 这是刚才那个 比较好的一个知乎回答 大家可以到这里去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到这里去看一下啊 这个上面有很多 这个报告的一些链接 呃 一些 有一些一些这些 呃 数据来源 网站的链接 可以去看一下啊 好 那么关于这个数据指标 关键数据指标的一些解释 及对应的这个收集方法 那我给大家就讲到这里 呃 后面呢 我们会接着学习这个 用户价值分析和商业价值分析 这个方法 好